首先带您看到因为天气太热 有人提出要在学校装冷气 但就能够解决环境的问题吗 左营区新光国小配合教育局打造永续校园计划 透过顶楼空中蝴蝶园的设计和改造教室通风环境 有效达到减热的目的 也让学生从小建立以友善的方式对待环境 日战当中的顶楼可以说是最热的一个地方 但是透过环境的改善还是可以达到减热的效果 260瓶的空中蝴蝶园栽种各种石草和蜜园植物 吸引各种蝴蝶鸟类栖息 不但是学生最佳的生态教室 更是学校推动绿化节能的大工程 因为自从蝴蝶园完成后 已经有效降低室温3到4度 明显达到减热效果 还来这里吗 非常喜欢啊 这里有绿色植物啊 可以风也不会 风也很大啊 会比较凉啊 我都喜欢那个太阳能板那边 因为那边不用晒到这边的太阳 很凉 那边可以降很多的温度 我们学校自从建了这个空中蝴蝶园之后 我们的教室啊 里面大概可以平均减热到3到4度 比没有空中蝴蝶园的教室啊 可以减到3到4度之多 所以在节能减碳上面啊 是起了蛮大的一个作用 根据新光国小的统计在顶楼上未进行减热改造前 除了曝晒的地方高温达到58度 室内温度也逼近35度 为了改善学生的上课环境 学校透过不同专案申请计划 除了改造通风和加装遮阳网设备 同时纳入太阳能光电设施 成果终于展现 不用装冷气也能让室温保持在舒适状态 我们不可能学校都装起冷气来 把这个热岛效应排到外面去 当你越多人装冷气 其实都市就越来越热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建筑上 在方位上 在导引自然的空气上 在所有的这个种种的有效的措施里头 去改善我们的居住 还有学校的学习环境 为了让更多学校加入 推动永续校园的行列 教育局也邀请学者专家 到学校分享减热措施的做法和食物经验 希望以最友善的方式 达到校园降温的目的 因为高雄是有风 但是相对势度低 我只要能够加湿的处理 举例来说 在很热的铺面上 我可以用洗手台的水回收 然后直接进行所谓的 就是流冠式的处理方式 让它的温度可以一下子降下来 那下午的时间其实就会变得凉爽 教育局推动永续校园计划 106年累计补助114间学校 金额超过1亿元 希望让各校能整合社区和公共环境资源 拟地改善校园环境设备计划 在野热的季节里 用最环保的方式达到抗热的目的 港多新闻 李正道黄兰军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正乃